原标题 深的谢霆锋宠爱 刚离婚就爱上小师弟 对方抱恐后他却选择分手 谢霆锋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人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 他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但是对王妃来说 他是一个好恋人 对阿娇和阿来说 他也是一个好师兄好哥哥 这么多年对他们俩一直很好 尤其是阿蔡卓妍 说起来组合的这姐妹 真的也是男姐男妹的 论事业当初是月谈很火的女子组合 不说第一 但是亚洲前三还是有竞争力的 就算最近这些年 两人单非各自忙事业 人际也并不低 只是两个人的感情问题 就比较让人头疼了 阿娇那边不用多说 情路一直很坎坷 而阿这边困难程度比不上阿娇 但是也并没有多顺遂 因为早前阿跟阿娇 都是走的纯形女子组合的路子 卖清纯玉女的人设 所以恋情什么的是不存在的 但是没想到一曝光就是大新闻 阿居然岁的时候 就隐婚了单单 只是隐婚 也没有什么 只是曝出来的时机不太恰当 因为这段恋情 是在他跟前夫正中 结婚之后才被曝光的 从清纯玉女到已婚妇女 再到黎一女子阿的身份转变 快递让人目不暇接 但是不管怎么样 大家知道的时候 婚早就结了 也已经离了 因此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对阿的事业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没多久他就金组拍戏了 就是王晶导演的《美丽命令》 在这个剧组 他谢扣了陈伟婷 其实他跟陈伟婷都是英皇的艺人 算得上是同门师姐弟 只是当时阿已经是知名女星了 陈伟婷还是一个十八线小歌手 因此两人之前并没有多少交集 但是就是这部电影 让本来没可能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这次阿也不藏着掖着了 直接就公布了恋情 两个人在一起五年 期间想必也是很美好的 第五年的时候 陈伟婷活了 早前陈伟婷只是作为阿的男朋友 被提及 演完《虎剑奇谈》后 他成了大师兄林月 成了陈伟婷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阿选择了跟他分手 虽然是分手 但是两个人也没有闹饭 心平气和的法文 承认了没有感情 自此后一别两宽 嫁过大岁的郑中基 爱过小三岁的陈伟婷 都是圈内人 也都没有什么好结局 所以现在的阿已经不找圈内人了 他的新男友石恒宗 是香港知名的富二代 不是明星两个人交往 也就没有那么多顾虑 祝福阿 堤